好,谢谢啊 谢谢,拜拜 拜拜 非咖啡,我感觉它这个店应该就是属于这种社区店 周边你看都是这种居住区 包括它这个楼看的也像是居住区 这边有一个幼儿园,去去看一下 那这家店的单品的咖啡菜单有五六页 当时呢我翻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单品咖啡 是以星座命名的 那出于好奇,我就点了一个白昂座 哇,我感觉这个特调咖啡应该不错 单品的咖啡呢,可以选择制作的方式 手冲,红吸,或者一个比较不太常见的 德国的玻璃手冲滤杯 Coffee Consulate 那因为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个玻璃滤杯做的咖啡 那所以呢我就选择尝试一下 那这种缝隙还挺大的我看是吧 对,我们的眼眸度是九 比较粗一点的 对,粗 哦,它是有一些渣渣的是吧 对,所以它会有适合 因为它没有力气 那就是如果还是喝的话,还需要过滤吗 嗯,我们等一下会慢慢的倒出来 然后它会成杯底 然后到您的杯的话会少 但还是会有 哇,可以就是完全住满的吗 嗯,对 这是为了加烘烘的维修 这个的话就是捅了一个出口 是吧 疏通了一个出口 对,疏通了一个出口 因为它如果不是疏通的话 它会很久才能过路 哦 然后会影响咖啡的风味 泡太久的咖啡泡 是的 风味会变得很少 我现在拿走了 那整个店面的风格呢 感觉很暖 典型的社区店 木制家具,大沙发 书架放了很多书 那店里边呢有放烘焙机 所以呢,我猜应该是自烘焙的咖啡店 听说呢,他们二楼也有咖啡的培训 这边是他们的外摆 外摆的后边这个地方 就是居住的小区 这是种的这是什么水果 这是菠萝蜜吗 有认识的吗 好,谢谢 嗯,就是你想喝热的话 就倒到这个杯里 嗯 想喝冷的话就直接倒进去喝就行了 哦,好嘞 谢谢 然后这是他的信息卡 因为还没有做,是新品 然后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一式硬饼干 好,谢谢 然后如果要喝热的话呢 就可以倒进来 喝冰的的话可以倒这边来 然后还有一个饼干 先喝一口热的 我觉得他这个的话有一点奶油甜的这样的一个质感 我为什么要点白羊座 这个白羊座是哥伦比亚 因为我是白羊座的 我好奇 所以说我就点了白羊座 然后再尝一下冰的 这个冰的的话 它就更有这种柠檬酸和这种 有点这个橙 橙子这种香味的这种感觉 哎呀,我觉得来三样还是要喝点这种水果的 然后冰的这种特调的咖啡才爽 感觉很契合这个城市的这个气质 最后一口了啊 然后他们要打烊了 就说要走了 好,谢谢啊 谢谢,拜拜 拜拜 好,这个能买单呢 好,这个能买单呢 哎,sorry,sorry,sorry 哎呀 我觉得就是开在社区附近的店 就真的 你进去了之后莫名其妙的 就感觉浑身放松这样的一个状态 非常棒 那很多人来三亚旅游会去景点打卡 但我不管到哪里旅游 我都喜欢压马路 那于是那这几天的时间里 我骑着共享单车 随心所欲的走了很多地方 那居民区,公园 没有去热闹的旅游景点 也没有去玩各种水上巷 倒是躺在海边的长椅上看了一本书 写了上期节目拔至尺的脚本 以及完成了拍摄 那刷刷有意思的视频 旅行的途中我喜欢用自己的视角去感受每个地方不同的魅力 那跟着自己的节奏和脚步 用自己的眼睛和视角去发现 说不定能感受到不一样的体验 哎呀,骑了好久,感觉有点不悦 我的正对面有一个摩天轮 这个和平街 然后这个柳州螺蛳粉 这边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吃海鲜的第一市场 然后呢我都不敢去 因为我一去 我只要一进去 哇,就有人 然后一直跟着你都不走的 一直跟着你,从头跟到尾 所以说去那个地方压力非常非常大 所以说我们还是去别处吧 我发现三亚的这个物价相当高 哇,这边还有这个青菜 还有这个海南四豆角这个 这个也有点贵啊,48 海南野菜 好,一个人不要弄太多啊 我每个都挑一点 好 还有这个虾帮我来一点 可以了? 哇,活蹦乱跳的 这是什么鱼 小一点,这是那个老虎斑 125 就这个老虎斑是吧 就这个老虎斑是吧 这够了,你一个人够了 好,虾上来了 给你们来一个了 这边叫鱼 这个鱼真的 哇,又细又嫩 而且这个鱼是没有刺的 又细又嫩 吃一尝 入口计划的感觉 入口计划的感觉 真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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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